真的有鯨魚嗎? 有啦! 有! 哈囉!大家好!我是Sarah! 今天呢我們又來到了Bankurva Island 我們好像每年都會來到Bankurva Island度假 那我們今天要來這裡7天的時間 就是住在這間House 就是這間大House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開箱這間House 可以住到14、15個人 超多人的 在Bankurva Island 就是在一個Vancurva Island 離那個Swats Bay 沒有很遠 大概30分鐘車程的一個地方 這附近這一帶都非常的安靜 就全部都是House 然後都是那種 藏得很裡面的那種House 那我們這次就是跟朋友們一起來 這個後院很大 所以小朋友就可以在這後院外 那這7天呢 因為我們會蠻多時間會在家裡料理東西的 所以呢我們就去Costco買了很多的食材 竟然有賣高麗菜耶 超級多 推不動了 食人的份量 那我這次就帶了一個很實用的一個 這個是JoyDin的電動多功能角落機 那我們這一次呢 應該就會用它來做一些料理 像是水餃啊 還有撥蒜頭的功能 這一集的Bankurva Island 應該會出現很多它的畫面 那我們就來去開箱這間房子吧 好多玩具喔 咦 建在這裡耶 然後還有熨斗啊 燙板啊 吸塵器 這是我們直接去住這個超級大的House 然後有六間房 這是樓上的廁所喔 而且呢它這有個天井耶 第一間房 好可愛喔 這個壁子好漂亮喔 這衣櫃也太大了吧 然後這間呢就是有衛浴在裡面的 也是一個雙水槽 然後這浴當然太可愛了吧 它是那種Jacuzzi 這間呢是有上下鋪的 然後這間呢還有地下室 地下室整個都是好棒喔 好像另外一個空間 它是有一個沙發 就是它有客廳在這裡 然後這裡很像市庭室 然後呢還有一個小吧台在這裡 好棒喔 然後還有健身房 然後它這裡面超酷的是呢 這個是商拿房耶 超酷的 然後我們要自己調溫度 然後有那種彈跳床在外面耶 它這間很棒的就是它整個後院呢 都是這一家 所以你就可以 小朋友們都可以在後面玩 然後大人可以過來這邊休息 喝酒 對總之我覺得它樓下很棒 這裡有一個嬰兒床 這邊呢有一間比較小間的房間 這邊還有一間 這個感覺是King size的超大張 超舒服的記憶床的感覺 超舒服的記憶床的感覺 還有那個湯液耶 烤鹿醬 這個看起來是真的骨頭耶 那我們這次呢就是跟四組朋友一起來 然後這個房間我覺得都很棒耶 就是都蠻大間的 然後幫他們在那邊乘搭 對阿 這裡還有蘋果可以採耶 剛才買了一大堆蘋果 還有梨汁可以採耶 它後面有超級大 這邊有跳跳床 我們不能出來囉 我好像太重了 我們剛剛去Costco採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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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我們來這七天 對要吃的東西 然後Freddy在那邊躺了超久的 我來關心一下 美腿 嗨 沒有蚊子耶 好棒喔 會一直轉圈圈喔 對阿 繼續來景點看 晚上呢 都是我最喜歡景點時間 就是大概在10點到12點的時候 我們今天是來Vacable Island的 第二天會拍我們在Vacable Island 7天的一個小紀錄 因為我們這次是 邊工作邊旅遊 所以呢 就有很多可能是在這裡的畫面 然後還有做菜的畫面 那我們趕快把影片結合就可以 趕快出去玩啦 我們來見 我們7月去Vacable的一個旅遊紀錄 這是我們昨天買的那個Costco的 這樣炒一炒看起來很好吃啊 怎麼那麼可愛 這邊是Daycare 這一間真的很棒 就是這邊有一個Gym 哇 觀賞中 觀賞嗎 其實這次還特別帶了一大串的蒜頭 這次買了一大袋的蒜頭 要用這台Jodyne的多功能角落機來撥蒜 和打成蒜末 打開囉 打開囉 是蒜頭嗎 是蒜頭嗎 有耶 有耶 你拿一顆蒜頭 真的有剝開 好可愛喔 剝好是蒜頭 剝好了 那它的剝蒜功能真的很好用 可以很快速的把大部分的蒜頭的皮都剝下 然後接下來是不是就把它變蒜了 可以啊 超快的耶 超快的耶 你好累 可是我剛才壓5秒吧 不到10秒 超快 可以讓你減少很多剝蒜頭的時間 而且又可以一次處理大量的蒜頭 因為每餐都都是吃蒜頭 看起來很漂亮喔 哇好辣 它的清潔也非常的方便 也可以丟洗碗機喔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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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超舒適 我們今天晚上就要睡在帳簿 還有啊 只有你好睡 哈哈哈 是不是超有Q的啊 你也一定要Q 哈哈哈 你看我們還有投影幕耶 真的是高級露影 哈哈哈哈 高級市內露影 1烏眠 2烏眠 我們進去吧 你去上豆堡 對阿 你們要去哪裡 走錯路了 怎麼好好笑 小朋友們去那個蝴蝶園玩 然後呢 我就去了這間咖啡廳 他咖啡蠻好喝的 在這裡的日常 就繼續剪影片 加一個香腩也太棒了吧 我們剛剛已經熱完了 朋友做的糖素排骨真的超好吃的 接著呢 就是宵夜時間啦 醉餓的宵夜 哇 謝謝你 謝謝 耶 完成了 我等大家一起吃宵夜就是不孤單 這次呢 特地帶了水餃皮想跟大家一起包水餃 那絞肉機也剛好又派上用場啦 先用絞肉機來打薑和醋 主要是絞肉去先用的 接下來就是要來打我們在Costco買的五花肉 那其實做水餃餡的過程也是蠻好玩的 大家一起備料非常的有趣 那不知道為什麼製作絞肉的過程也就是很療癒耶 那這邊也要感謝朋友幫忙一起製作水餃餡 欸 不錯耶 算蠻快的 好像可以的 真的喔 嗯 這樣合理感夠嗎 就也不要太碎了嘛 嗯 好像可以耶 光是看這個肉餡就覺得一定很好吃 又要開始包水餃啦 那我記得上次過年的時候 也是和大家一起包水餃 絕對蠻好玩的 而且小朋友也很喜歡一起包水餃 雖然可能家長們還要再補救一下水餃啦 怕煮了之後都散開之類的 所以有一個朋友呢 就是負責收復小朋友們包的水餃 你心要跑出來 你的心要跑出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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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終於要下鍋煮啦 不得不說朋友調配的餡料真的非常的好吃 我們總共下了80顆水餃左右 而且一顆都沒有破耶 嗯 還蠻有成就感的 嗯 今天很好吃耶 沒有在試吃的 有沒有熟 很棒 然後試吃阿光 哇哇 下午呢 我們決定要去走一個步道 會走到一條木製的鐵路站橋 哇 跑好快喔 家長群 可愛喔 我們到這個橋了 有點恐怖 這個應該有 四五層樓高吧 好吧 這一個蠻好走的 就是走進來大概 二十三十分鐘 走快一點可能十幾分鐘就到這裡 其實是以前真的有火車在這個鐵軌上 我們好不了耶 我們現在想要嚇小朋友 哈囉 我都在這裡 這個橋還有一些步道可以走 然後可以走到這個 西邊嗎 有好遠嗎 這景點很漂亮 還不錯 因為步道很簡單 這附近的房子都很大街 就是感覺進去是個城堡的概念啊 這一帶真的是晚上非常安靜 而且呢 你看是沒有路燈的 那時候在選擇Vancouver Island的民宿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想說要跟很多朋友一起來 所以 那時候就選到了這一間 一直非常期待來這邊住 那我們這次其實不會去到非常多的景點 因為這次我們也是邊旅行邊工作 所以我們可能 頂多一天就去一個景點吧 那大部分時間可能是大家都待在房子裡面 就工作啊 玩啊 然後煮菜啊 這樣子的一個生活 那順便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 JoyDin的多功能絞肉機的特點 首先它真的非常的輕巧 這樣就可以帶出門了 對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一台 那這一台其實也是我人生中第一台絞肉機 它裡面的這個刀呢 它是S型的雙層式刀 就可以絞得更細緻 這個頭呢 它非常簡單操作 它就是只要點按就可以了 就是你今天想要繳多碎呢 繳多久呢 你就是按壓多久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太會操作一些機器的話呢 這台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它有一個非常棒的功能 就是剝蒜頭 你可以一次放三大顆蒜頭進去 也是按個十幾秒到30秒左右 它就可以把大部分的蒜頭都剝完 新鮮的蒜頭呢 如果你用不完 你可以把它放到保鮮盒裡面 放到冷凍冰藏起來 那下次再拿出來使用也很方便 它這個鋼盆也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就是全部都可以套在一起 這一次也可以看我們做的料理 這台角肉機可以在華人生活館購買哦 華人生活館是專門提供 中式廚房電器的購物網站 之前有介紹過的豆漿機 煎烤機都非常好用 還有其他的像電鍋啊 燉鍋、養生糊、麵條機等等 廚房電器哦 他們家的貨倉就在美國和加拿大 所以呢送貨的時間非常的快速 而且是免運費 還有提供7天可以退貨 30天可以換貨和一年保修哦 如果大家也心動想買一台來試試看的話 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碼 KSA93 差不多也快中午了 我們要進去準備東西啦 我覺得這次呢 真的是大家超級會煮菜的 以後都要跟大家出來玩 嗯就有很多美味的東西可以吃 好那我們就進去吧 中餐呢是朋友煮的蒜泥白肉 所以呢我就跟小朋友們再一起來打蒜末 來做蒜泥白肉的醬汁啦 拔開 可以這樣子就開始 結果他們都很喜歡這個手作時間 一直想要跟著按著開關 真的太可愛了啦 皮膚不會撲出來 我還沒有玩一整盤 一起啊 好 玩起來 OK 看一下皮膚比較 哦 有嗎 有 有 你的手會有蒜頭味道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等一下再試走 我沒有摸走 對啊 這樣我不能摸走 你摸走 哇 蒜味 來幫 啊 哈哈哈哈 有沒有摸完了 沒有摸完了 有沒有 有有有 這個真的耶 不會太有味的嗎 哦 好吃哦 好 好像好了 我們看一下蒜頭 哇 那我們拿湯匙挖出來吧 給他們把蒜末從碗裡 挖出來的小任務呢 我也在旁邊拯救一下桌上的蒜頭們 好了 OK 好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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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挖 終於要完成醬汁了 有沒有很香 有嗎 聞一下 聞一下 最後朋友的巧手呢 做出了很漂亮的擺盤 其實在剪影片的當下呢 真的是又餓啦 叔叔在幹嘛 搞定門哦 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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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恐怖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叔叔 你看 你看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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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這是很有趣就是 路邊都會有賣一些東西 Forn Stent 就是有雞蛋還有花還有蜂蜜 找到蛋了在對面那裡 找到了就這個賣雞蛋 诶 沒有了嗎 都沒有都空了 我們明天早上再來 他錢應該就是放這裡面吧 哦這邊有蛋嗎 哦這裡有啊 诶 有耶有蛋 登登登 你買完了然後你自己把這個盤子轉過來 好好笑哦 耶 比剛剛那個貴一塊 他有拉過 哈嚕小鹿 掰掰 咖啡廳它是隱藏在山上 我們那天有來過一次 這間咖啡廳裡面真的很漂亮 如果下午沒有行程的話 真的可以在這裡待上一個下午 因為裡面環境真的很舒適 咖啡也很好喝 下午呢我們終於是這幾天以來 第一天到Victoria的市區玩 我們要來這個袖珍博物館 就是很適合下午天來 結果今天出太陽 袖珍博物館裡有超過85個這些微型的立體模型和展示 這是1885年的Vancour Gravel Station在哪裡 哇 以前長這樣哦 太酷了吧 真的非常推薦小朋友可以來玩 可以來看看這些製作很精細的模型 裡面的模型除了做得很精緻之外 還有很多按鈕是可以按的 所以可以讓模型裡的公車啊火車啊還有門呢 都變成動態的展示 做得好精緻 你看它放電 會有這些按鈕可以按 對要一直按著它才會一直放 這台車子 你看它會不會整個打開 會打開 哇 看一看太陽性了 那你還可以看到加拿大很多城鎮過去的樣貌 所以真的蠻推薦大家來玩的哦 我們剛剛在秀珍博物館逛了應該一個多哦 我覺得還蠻適合小朋友逛 因為它都有那些按鈕可以給小朋友按 然後你就可以看裡面的東西來動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鎮魚薯條 我們是四年前來吃的吧 走到 Redfish Bluefish 只要八分鐘 多久沒有來了 每次來還是會很驚嘆 維多利亞城市的美景 我剛剛都以為它是一艘船 但它是個桑拿耶 太酷了吧這個 炸魚薯條在這兒 還是一樣很多人耶 我們來排隊 記得我們真的真的有吃過這一家 就是我們第一次來Vittoria的時候 然後現在一樣是還蠻多人的 一片炸魚薯條大概就16到20塊 然後會配一些薯條 表面是蠻好吃的 指示有什麼 fatigue 一些伏魔店 時間點了 他們虎視蛋 один 看哪一個盤子沒有在動 等一下海鵝是不是就丟走了 那再一點 現在感覺越來越多了 我覺得它包雅的薯條都很好吃 很好吃 漿好脆喔 它有這個炸魚真的是吃起來很鮮欸 很好吃 我覺得每次都會小看一片炸魚 真的蠻飽的欸 TACO才9塊錢欸 TACO肉 喔對TACO肉 這星巴克裡面好漂亮喔 我覺得它還有保留這個鑽牆欸 之前來的時候它還是在整修 它回家了就是 其實算是這幾天來最多行程的一圈 就是逛一下這個Bitonia的市區 我覺得這顆應該是烤鑽 啊啊這個被咬了是不是 應該沒有關係 不知道裡面會不會有抽 有蜘蛛有蜘蛛 今天忙得就是天氣還不錯 想說要在這個陽台 在這個影片好了 我們今天下午的行程就是要去一個湖邊 可能會划船 對後面有小孩哭聲 哇我們都帶了這個 門房間 啊我們先出去 叔叔在開會 走 耶耶耶 好啊 好啊 可以吃飯了嗎 朋友中午準備了醬油筋 Kana也太好吃了 我們要去湖邊了 equilibrium 天后 太帥了吧 什麽 我知道 錯 我們都穿了 夏天的尾巴 現在已經是9月初 9月2號 天氣沙灘 今天天氣超好 還可以玩水滑船 我們朋友的船真的看起來很厲害 還有輪子可以下去的 就不用自己這樣拖上來 天氣 夏天掰掰 我們剛剛已經巡了一遍了 我們每次出來玩都會帶小朋友 在把所有房間巡一遍 掰掰 好 給我吃了 這要排超久吧 這個是在農場的遊樂設施 然後這只有三天就是長週末 人超級多 就很像早上大家全部都來玩的 哇 所以呢他除了15塊門票之外呢 玩遊樂設施要另外付錢的 好貴喔 哇 哇 真的是很好玩欸這裡 我已經很久沒有來遊樂園了 因為遊樂設施也蠻多可以玩的 而且我覺得 玩到保35塊其實還ok欸 我不會覺得太貴 就是一向遊樂設施都要四張票以上 所以其實你玩個七八次可能就划算 這一個看起來超暈的 哈飛飛遊樂設施呢 等了快一個鐘頭 本來是想要放棄的 但又看到 要排到了 嗯 就不想放棄 總之呢我覺得 遊樂園裡還有更好玩的啦 這個真的等太久了 而且是在烈日下等 園區裡呢有很多可以購買票 或加值的機器 這超多這個讚 就是讓你可以趕快買到票 大陸 2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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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 快一點 是這裡嗎 對 謝謝 好可愛喔 耶~~ 我的天啊 不是說小孩很恐怖嗎? 他們才真的有恐怖吧 耶!拿到了 然後它這裡本來就是一個農場 所以它的地真的超大的 這邊還可以牽魚子耶 好可愛 真的很酷耶 這個真的有那個涼涼的感覺 而且還有水氣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裡還有巨大南瓜 就是每年在BC省都會有那種南瓜比賽 這是790磅耶 喔~~馬出來了 這裡面有小魚馬耶 好可愛喔 可愛喔 它在笑的感覺 你的耳朵怎麼這麼的甜 喔~~還有馬車耶 漂亮的馬 好可愛 貓頭鷹耶 好酷喔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快要4點了 完了快4點 喝個咖啡 就太走了 好可愛喔 來搭渡五輪呢 你要提早1小時到 對還好我們剛好趕上 我們這次來Vancour Island 就真的沒有去很多景點 但我覺得跟大家一起出來玩還是很好玩 我們就要回程啦 那每次都很喜歡在甲板上看風景 這次其實是我們第一次跟這麼多人一起在島上玩 真的覺得每年夏天都很快就過啦 期待下次再和大家一起出遊 那也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啦 那Vancour Island我們下次見啦 晚安 還沒有